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一下subscribe button 然后开启小铃铛 顺便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我第几天在家了 我已经是发美了 你知道假的问题是什么吗 就是那种无下线的堕落你知道吗 就是你每天很没有动力去做东西 去上网课一直穿在睡觉衣服躺在床上 你讲啊 你平时去上课你会穿睡衣的吗 在这段时间有internet就是一种福利来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把爱的破价看完了 让出去都是很帅又没有完全甜的 我喝咖啡都不需要加糖的那种程度 真的是超级好看 看完这个过去我就去刷instagram 去看到很多人都在看青春有你 让我一个不小心又掉坑了 呃呃 某某的问一下 有没有人陪你喝衣服 有的话我等一下再问 如果我跟你讲一个星期只是堕落 肯定是不可能的啦 作为一直要传达满满正能量和动力的youtuber 我叫你们堕落真的是早甜钱对不对 哎呀 不过你看到那个youtuber读书 你就会继续看起来啦 呵呵 你们眼里有学生在这种时候肯定是满满的课 是不是 可是你错了 我在这个星期上基本就只有三天的课 我其他点都是没有课的 傻话 星期上课的时候是最好笑的 我们的课就只有一个小时 可是我们的lecture在一个小时过后 他就跟我们讲 我给你们五分钟的训练时间 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这个题目 不过我朋友就在那边蒙 完全怀疑人生 结果这个课就上了两个小时 可是 没有人跟他讲他其实吵死了的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 大家都不能经上他的姓名是吗 OK没有 是因为这个是考前复习班 全面都是假数 OK 所以啥都去打老老师 Hello 星期三 我其实蛮喜欢这个subject的老师 他是那种跟学生很混的来 很搞笑的那种老师 结果他每次上课一般的时间内 他都是在那里讲笑话 可能这个老师也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星期五 Fly Day 来喝一杯咖啡提升咸 哎哟 我觉得一直想上课的东西也是有点咸了是不是 不如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了 假如有两个异性 A是那种很优秀的 B是那种不优秀但是是潜力鼓来的 请问你会选谁呀 哎问题是他们都不是喜欢你的 你想要做什么啦 乖乖去学习啦